选好的糯米要首先用清水浸泡一到两个小时 蒸食易熟并产生恰到好处的粘性 肉要选用猪前草肉严格遵循三肥七瘦的原则 这是肉香口感肥瘦最合适的比例 首先选用前草肉比较嫩 我这一发柴 把肉切成肉丁 盛馅的过程最有说法 不能用脚严筋也不能用刀剁 而是要用刀背或斩面棍把肉丁砸成肉相 这样做出的肉相充满弹性 不屑口 第二个 用刀剁成肉酱 一段就可以了 用刀斩成肉馅 选刀切成肉丝 下来刀切成肉丝 用刀斩成肉丝 选刀切成肉丝 放入葱姜蒜末 加少许淀粉和一个鸡蛋 顺时针搅拌并摔打 作用是上劲增加弹性 前槽肉位于猪前腿的上方 最符合三肺七瘦的比例标准 而且前槽肉特别嫩 怎么做都不老 特别适合做馅 用手挤出肉板 让它均匀地沾上浸泡好的糯米 上锅蒸熟 把肉丸跟糯米一起搅拌 像锅鱼团似的 手轻轻拽 这样不至于把米粒蒸掉 入锅前 在蒸帘上刷上少许植物油 把丸子整齐地摆在帘上 中间要留一定空隙 防止粘帘 自己在家做这道菜时 蒸的时间还需稍长一些 蒸好的糯米丸 外皮是晶莹的糯米 品相漂亮 舀开来是筋道的肉馅 口味丰富 煮腹食结合 充满制作者的美食创意